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0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是呈现了开高之后 逐步震荡走跌的一个行情 那高低点的差距 是来到118点的一个空间 不过我相信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走势 应该会觉得好像可以接受 而且也不太意外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想过去这几天 我们跟大家所强调的一个重点 还是在于整体成交量能的一个变化 基本上如果你的量能不够的话 它原本就不容易大幅度向上 去做一个冲高 所以整体来讲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当然是在月线附近 去做一个所谓的强势主体 这样的一个走势 往上空间大概不会太大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投资朋友应该要如何来做一个操作 我们还是简单从整体的盘面 先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原则上以现在的一个量能来看的话 刚刚我们谈到 不容易一次向上去做大幅度的推高 那月线的一个部分呢 也持续向下去做一个下弯 所以它会造成有点地心引力的一个效果 它会让整个指数会往这个下弯的一个月线 去做一个靠拢的动作 好这个是现阶段台北股市的一个技术面 不过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谈到 原则上如果真的量能不够怎么办 那只能够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所以以目前的一个月均的扣底的角度来看 现在在扣底的是这一根黑K棒的一个位置 今天是礼拜三 那原则上礼拜四礼拜五 它就会扣到16838 不过比较稳的时间点 因为来到16838之后 它还有一个往上的拉抬 对不对 那原则上如果你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是这个礼拜五 然后这里是下个礼拜五 也就是进入到11月份之后 基本上你只要站稳在月均线以上 那个时候即便没有量 月均线也会开始出现 翻阳助长的力道 但整体来讲最快礼拜五的时候 来到这个低点 它其实就会有第一波向上翻阳的契机 只要你的指数涨幅够大的话 好但问如何 从现在的一个格局来看 上方有一些这个 包括所谓的下降压力线的 一个反压 包括像是季线的反压 空间的一个部分 应该不至于有太大幅度的 一个向上做功高 所以对于大型的全值股来讲 基本上它不太容易出现 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重点 原则上月线下弯量能不足 站稳需要反复测试 这个是我们在昨天的一个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到的 那时间换空间 最快在这个礼拜五 慢一点的话到11月份的时候 只要站稳月均线 月均线就会开始出现翻阳 那大型股空间有限 以中小型个股的一个操作为主 这个是现阶段 大家在面临这个亮缩的行情的时候 可以比较采取的 最主要的一个操作的策略 不过我们过去也 当然也一直在不断的跟大家强调 解盘的目的 是为了要操作获利 所以当然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 这一些操作的重点或者是看盘的重点 你都必须要把它放在你的操作上面 好因此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就进入到所谓的一个操作的领域 好不过在今天早上 应该说今天中午 如果你有看下午时节目的观众朋友 我们有做了一点点对于17类股 也就是1G类股的这个看法的修正 那这个东西 应该要先跟大家道歉一下 因为我们不是说 一天看好一天看不好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讲给大家听 大家就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稍微做一点看法的调整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这个是一二纯 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谈到这是1G的报价 对不对 那1G最主要做的东西叫做抗动剂 我想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有跟大家去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解析 好但无论如何这个时候是忘记没有错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以二纯的报价 在今天他是跌了7.99% 事实上以中国的商品市场来看 这个其实就叫做跌停板了 这个跌幅其实就叫做跌停板 好那为什么他会突然从原本的多头强势格局 打到跌停板 基本上发生在中国嘛 所以一定跟政策是有关系的 昨天晚上中国的发改委 他们有谈到就是说因为 原物料产品它的报价涨幅太大 那因为接下来又要进入到冬天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当然希望说能够对于动力煤 或者说是像是什么胶煤 或者说像是这种所谓的化工原料 它的一个涨势能够有一点点的控制 他就是说简单来讲 他要介入到这些商品市场里面 让他的一个涨幅不会来这么大 好所以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价格马上就打到了跌停板的一个位置 好但问如何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概念是说 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我只要趋势没有变 或者说是我的大多头格局没有变 基本上是不用急着调整 这个是你就拨断的一个角度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们刚刚强调嘛 你解盘的目的是为了你操作能够获利 所以稍稍有风吹草动 或者应该这样子讲 这个是现阶段行情的结果 他所造成你必须要拿出相对应的一个政策 简单来说如果量缩的话 他如果幅度一下子拉不开 那这个时候因为媒体都没有报导这个讯息 我在今天早上看了一下 包括了这种所谓财经台的连线 或者说是媒体的报导 事实上都没有人谈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个消息在未来的一两天当中 他应该会出现在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媒体版面上面 那那个时候大家发现说 怎么跌停版的时候 开始去砍股票 那多多少少对于股价来讲 会造成一点程度的影响 但是一切的调整 他都必须要从盘面的一个角度 来做一个观察 所以中签这一档个股 我先讲中签的股票我们是 全数小赚出清大概是百分之二点多的幅度 大家或许觉得少 但是我这样子讲好了 因为过去应该这样子讲了 我们做股票不会只看那个百分之二点多的幅度 但是因为今天的状况比较特殊 它是来自于中国政策的影响 记录带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选择在今天 先把中签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不多 后续我们再来看 整体的行情的变化 我们再来看要不要去把它买回来 好但是对于这个东联来讲 我们就只选择出一半 那当然事实上大家会觉得说 老师你这个价格出的不好啊 因为出在这个地方 然后最高点是27块7 好当然的确啦 因为今天突然创下波段新高 正常来讲它今天只要抗跌就好 对不对 但是它波段新高 当然我们会稍微看一下 那回档速度比较快 后来我们选择在这个地方去调节 大概一半左右的持股 应该是在百分之五个percent左右 我所谓的五个percent不是 不是涨跌幅了 就是5个percent就是那个获利的幅度了 就是先出一半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说你刚刚看这两档个股 对不对 基本上中签的股价比较弱 比较弱的股票你要先出 然后比较强势的股票 调一半看后续的一个股价的走势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想我们对于整体的EG 也就是抗动剂这个领域来讲 事实上我们没有改变 我们对于它比较偏向多方的一个看法 不过操作上面是这样子的 看法是一回事 盘面的波动 事实上你要针对当时盘面的一个状况 去做一些调整 因此这个部分是我们在今天 我们做的动作就是 东连获利出一半 然后中签小赚 因为真的是2%多而已 小赚我们去把它全数去做一个获利出新的操作 那后续我们会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这个中国的原物料期货 或者是有人讲说叫黑色系期货 基本上我们会看今天跌停板之后 接下来两三天的走势 如果能够持稳的话 大概会早点买回来 但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会以五日均线作为一个观察 那原则上这个五日线会扣得非常快 为什么要用五日线的好处是什么 基本上它的天数比较少 所以它会比较敏感 如果你在遇到那种突然喷出去的强势股的时候 你如果要帮自己设立一个停利停存店 比较好的其实就是用五日均线来做一个观察 因为你去想今天五日线是24.36对不对 你会觉得说老师现在26块多 然后你等到打回去24.36 不就差很多吗 对但是你看扣底的好处在哪里 就在这里 1 2 3 4 5 今天是到这里 原则上明天会到这个位置 然后后天会大幅度来到24块多这个位置 所以它的五日移动均线在礼拜五的时候 会非常接近现在的价格 那原则上它如果续抢的话 它就会持续往上去做表态 它不会去靠近这个东西大家放心 但是如果说稍微比较偏弱的话 可能就会进入到比较整理的走势 所以这也是我们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要跟着我们做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股价的波动跟股价的变化 其实都很大 所以如果说你等到 夏老师盘中的节目 或者是我们晚上的节目 甚至有人这个YouTube 可能是明天早上才看的 那我想其实这个股价上面 会有一点点的差距 那个我会是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就先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观察 好那这个是中国的政策 它可能造成股价波动 比较负面的波动的类股 好但是有一个族群 它一样是政策推动 但是它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方向 这个族群是什么 这是我们过去跟大家所谈到的 太阳能的一个族群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就 不再多花时间谈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 就是说 现阶段不论是美国 中国台湾欧洲 日本反正全世界各地 我想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看过一个纪录片 叫做正负两度期 好那这个东西其实谈的就是说 地球的温度如果升高 那现在最近其实有媒体在报导嘛 如果我的那个地球温度超出平均值 1.5度的话 它可能会造成 这个沿海大部分的地区 它都会被海水淹没 这个是因为那个北极熔冰嘛 然后跟等等的效应 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往绿能做发展 这个已经不是所谓的政策 或者说是环保的议题 这个叫做生存之战 简单来讲就是 假设啦 那个因为台湾四面环海 哪一天如果我们只能够搬到 玉山上面去住的时候 对不对 我想大家都不愿意看到那一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预期 这个政策它会持续做推动 而且后续的一个发展动力 应该会蛮强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讲任何东西 我们都要有佐证要有依据 所以刚刚我跟你讲说 我们调整对于1G的看法 因为1G的报价跌停板 那同样的我们维持 对于太阳能看好的看法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最大的太阳能公司 叫做FIRTSOLA 第一太阳能公司 它的股价在昨天 是再度创下波段的新高 好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就是我们过去跟大家所谈的嘛 或者是说 为什么那个爸爸妈妈都喜欢把那个 小孩子送出国念书 因为要有国际观啊 对不对 那事实上 这种东西其实你在做股票的时候 你也要有国际观啊 因为你做的不是内需股 你做的不是什么统一 统一超卫权这些股票 它不是只做国内的生意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有国外的参照物 或者是有国外的指标性个股 而这当然是我们观察的重点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股价是创下波段的一个新高嘛 好所以回到我们国内的一个股票来看 联合再生 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从18号创减之后的新高 19号减之后的波段新高来到25块 收盘在24块半 然后今天的价格对不对 好你看今天价格最低点 达到23.35 23.55对不起 23.55之后股价进入震荡整理 尾盘还是收上来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这就是我在昨天跟大家所谈到的嘛 他有这个现金增资这个问题 因为基本上不是说现金增资的缴款期间 他一定要涨 但是他不太会跌 我们那时候讲的是说 缴款之前股价不会跌 然后缴款之后股价不会涨 那他不是单纯指说 他每天一定要大涨或怎么样 而是他即便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挡走势 他都能够呈现抗跌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你去缴款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 股价的强势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啦 那对于大家来讲 他的风险就不是来的这么大 但仅限到10月26号 那你说老师10月26号怎么办 之后怎么办 基本上我们做完这一段再说嘛 对不对 好但无论如何 从我们当时买进到现在 其实也拉了大概超过一成左右的一个幅度 或许不多 但是这个是扎扎实实的 而且我们都是在节目当中公开 跟大家讲的 因为事实上 反正这个业界就是这样子嘛 他股票都要盖来盖去 然后那个黄贴纸 然后盖到那个股票是什么都不知道 事实上我觉得没有意义啦 因为简单来说一档好的股票 我今天有录了一个非凡的节目 事实上我也谈到嘛 就是如果你一个大涨的股票 他不会只涨 比如说他股价要从50块涨到100块 那重点是你那个50块的空间 你能够赚到多少嘛 而不是说我50块到55块 第一根我就一定要跳进去嘛 你懂那个意思吗 就是说他如果是一个大波段的 你一定会有机会去做切入 但不一定是要最低点那个位置进去 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我们昨天有稍微谈到一些 有关于基本面的东西 因为昨天贴错图了 然后把它补完 他最近完成台湾最大的一个风雨球场 那风雨球场就是我们昨天所谈到 因为我住在那个丹凤嘛 那原则上那个我们附近有一个那个什么福音国中啊 那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想说 这什么东西 现在那时候很少了 那现在其实大概每个学校都往这个方向去做发展 就是你在你的球场上面 你会用那个有点类似大替党那种概念 但是没有那么应该是没有那么粗糙了 就是说就有柱子 然后没有墙壁的 他是没有墙壁的 然后但是有屋顶 但是有屋顶 就是有柱子把它立起来 然后有屋顶 让学生不会晒到太阳 不会淋到雨 真的是现在的学生真的蛮好命的 好但我问如何 我要讲概念是说基本上你要想的一个问题是说 全台湾有超过1200家的学校 所以当你每个学校如果都有这种风雨球场 当然大家讲到风雨球场跟太阳能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在他的屋顶上面用太阳能板发电嘛 对不对 比如说因为现在有的那个运动场 他都有那个夜间照明设备 因为安全嘛 所以这个部分夜间照明设备 所以你要吃学校的电啊 那比较好的方式是什么 我透过白天晒太阳发电 然后把它除能晚上给这个 呃照明设备用 或者是可以接到学校线路 可以节省一点电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规模大概是200 200万瓦 然后就是这个是Million吗 哎 哦对不起这是Mega 对不起对不对 讲错了 这200万瓦 200万瓦 然后呃全国有1200家的小学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商机啦 那未来也许台湾的呃发展方向也会有那种太阳能屋顶 比如说公所啊 比如说派出所啊 呃他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模式去 节省这个所谓电力的使用 因为对于台湾来讲真的是 呃现在企业这么多了 台积电一年就吃掉多少电了 那个其实 呃对于国内来讲 你不发展这一块 事实上有他的 未来有他的一个问题存在 就不能够留住 很多很好的台湾的企业嘛 哦因为为什么为什么台积电要去日本设厂 很简单啊 因为台湾的电力水力不是那么稳定啊 哦今年的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啦 但是今年的上半年大家还记不记得 分区限水 然后呃足科每天都要买很多水车从呃台北 因为台北那时候没有缺水嘛 运到这个足科去让让那个晶元厂用 对不对哦 所以这个部分原则上 应该这样子讲啦 这个是既定的发展方向 大概不会做改变 所以对于政策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中长期的推动 所以我刚刚讲了嘛 对于太阳能来讲 这一次走的不是环保议题 这一次走的叫做生存之战 就是呃对于呃台湾人也好 对于地球人也好 哦真的是需要 改善那个环境啊 那个有他的压力存在 当然有人或许会讲说 呃太阳能也不环保或怎么样 那个那个我觉得是其他的议题啊 就是生产的过程 你怎么样让那个化学品造成的污染最小 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哦 就是以现在状况来看 往这个方向发展 呃应该是比较既定的一个明确方向 好那援金其实也是相同的概念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基本上 呃有时候行情是这样 就是大家在涨的时候 他没有在涨 但大家在跌的时候 他不太跌了 这种股票其实也是这样子 你看哦 昨天创近两个半月的新高嘛 今天拉上去没有动 但是尾盘为什么你看哦 他从盘下 又拉到盘上的一个位置 这个其实都是有人在顾股票啊 所以包括我们 刚刚所谈到的联合再生 他是不是在尾盘的时候 又往上去做拉抬 那为什么都会这样 因为只有联合再生有那个 现金增资啊 事实上这其实就告诉你说 整个族群啊 他的确有一些 转机性存在 所以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谈到 就是圆金他有屏洞的二期扩厂 呃特斯拉的概念 然后以及纪线上的一个尝试整理 因此我是觉得 这样的一个股价 其实应该没有走完啦 好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是政策 他所造成的影响 一个是比较负面不确定性的 另外一个是正向的 所以我们对于股价的看法 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们再来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双低族群 好那双低族群 当然今天友达股价跌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讯息 这个其实 这是今天工商时报 A2的火线焦点 他谈到说 友达增资中国的昆山厂 投审会点头 那当然他有他的一个原因啦 他要花6.17亿去取得 我讲的是美元 取得昆山公司的49% 那实行之后 整间公司的股权 就是100%是他的 然后未来四年会对于台湾投资 超过1300亿 当然这个东西解读 今天股价是比较偏向空方 因为市场其实一般来讲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说 那这个会不会折旧 过去未来几年折旧会呈现大幅度的增加 我告诉各位当然会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觉得啦 反正我们就是你把防守点收好 基本上我觉得就看他股价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这个当然会有提折旧的问题 这个增资昆山厂没有问题 因为他是要 他是要那个股权嘛 对不对 然后对台湾投资1300亿 这个的确会有折旧的问题 但大家还记得吗 友达他的发展方向 不单纯只是电视的面板了 过去我们有跟大家谈过 他要做场域经济 然后他要做这个 医疗用的一个面板等等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 他的毛利率会比较高 而且我觉得 这是一件好事啊 为什么 因为你唯有你在 大幅度赚钱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敢投资 你舍得投资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概念 你不能够单纯讲说 有订单 所以我投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在于说 我现在我是 全球最大的电视面板厂商 叫做京东方 那我要跟大家竞争 我竞争不赢 所以我要优化 我的生产的流程 我要提升我的技术 这个东西 你才有办法去超越京东方嘛 要不然你这时候 你跟他拼产能 对不对 就是不要跟他拼拳 要切他中路啊 对这个东西 其实告诉各位 就是说 他这个时候做的事情 是要提升他的技术能力 那这个对于公司来讲 我觉得不一定是坏事 只是说变满股跌久了 大家看到这样的讯息 大概第一时间解读 都会比较偏空 但是我是觉得 就如同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嘛 这个时候 DIDA 他已经有一个 有一个基准点让你看 就是16.25 这样的一个基准点让你看的时候 股价没有跌破 当然你未必要停准点守那个位置 但是我是觉得他有看的空间 今天股价走跌嘛 但是一样我们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我们的看法 这个大概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讲到这个东西 我顺带再谈一个东西 因为这是我们 我今天没有办法 我今天应该没有时间跟大家讲 这个股票是什么 就是但是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去做 我先谈一下 这个是今天的另外的一个讯息叫做 寒冬来袭 大魔降频记忆体双雄 你如果看下午视节目看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标题非常的熟悉 我在我在那个应该是9月初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过嘛 英文不太好了 Winter is coming 对不对 他说冬天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叫做重申 什么叫做重申 就是我说过了 我再说一次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 重申没有问题 但是你股价跌到这里之后 你去重申这个东西 他比较有可能会出现 利空出境的现象 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谈面板类股 你看我们那时候 跟大家开始谈面板类股的时候 那时候面板类股是 最差的时候 然后利空汇集的时候 对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 好像没有那么空对不对 好那另外你看 摩根斯特利调降 降频记忆体双雄 这个不就是我们之前空单做的股票吗 对吧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旺宏空单 要强调避险 因为现在讲 讲空会被人家讨厌 我们是避险单 好避险单 当初旺宏我们是 空在37块多吗 对39块多吗 华邦电是从30块空一次吗 28块又再空一次吗 对不对 29块多应该又再空一次吗 对不对 好但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 好不是说 不是说 一定要全力做都会怎么样 而是这个地方 其实你说 我说真的再跌有限 但是就我的立场来讲 我刚刚讲了嘛 我们今天 在尾盘的时候 我有去买一档股票 那这个股票其实跟记忆体相关 但不是 不是你看到的这一些 不是你看到的这一些 那今天来不及来不及做了 那原则上明天 明天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来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这个时候 那我只能够讲 如果你手上有望宏华邦电 南雅科的 你这个手表砍了 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 在那个盘面在讲的时候 那时候我不是讲说 现在是强势主体行情 强势主体行情就是套牢的股票 你要等反弹出 你就不要去追杀了 那所以这个股票 其实我的看法其实也差不多 那明天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来跟大家谈 什么样的股票 你可以先看 他有没有主体成功的 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好了 他是IC设计股 但不是金豪科群联 这个很怪 那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讲 那这个部分原则上 原则上是这样子 那最后谈一下泰鼎 泰鼎的今天股价是创新高 然后打回来嘛 你看今天低点773对不对 你还记得我之前我跟大家讲的 这也是758嘛 原则上股价要回来这个地方守住 或者是说他没有跌破这个位置 他都属于强势 对不对 好那这个部分原则上是这样子了 今天股价是创下波段的新高的行情 那原本我们有一个等幅测距的价位 对不对 我在节目里面 我在讯息里面 我有跟我的会员朋友讲 那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要不要改变看法 先不用 但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就是 你要看五日线 原则上五日线如果跌破 你至少要出一半好不好 因为我相信 因为这个股票创新高嘛 我讲了半个月了嘛 你不会买在什么样的地方 你都不会赔钱嘛 对不对 你一定是赚 你一定是赚钱的吧 你不可能跟我讲说 老师我今天追在80.3 那我帮不了你啊 因为我们从72涨到65 又65又涨回72 涨到现在80块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跟大家 我们不是凹单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那时候是跟大家讲说 做什么样的股票 你最有可能会 怎么讲 就是在反弹行情当中 你能够掌握到 你要去找那个强势的 我记得那时候我讲的是说 大家都知道跌得越深 弹得越快 但是你这个时候 你去做跌深的 你会没有把握 或许大家事后回头过来看 你会觉得说 东西是什么高票就到多少 东西是什么高票就到多少 如果你进去抄底 就现在就大赚了 但是同样的事情 我这样子讲好了 当初的航运不是大家都这样想吗 对不对 233块跌到200块 好便宜 抄一下 跌到180 这个时候不买更代何时 跌到150 跌到130 那现在你就问说 老师我应该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不是用结果来看 你的操作 而是你的操作过程当中 你能不能去规划你的风险跟利润 所以大家或许会觉得 今天有我朋友跟我说 那个你最近股票好像那个幅度都不是很大 这我承认 这我承认 反正我做什么股票大家都看到了 对但是 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怎么不去抢那个 今天涨停板的 还是什么股票 两天两根涨停板的 但是我说真的 那些股票不就是之前伤你最重的吗 对不对你不能够说 我前面带你避开的风险 然后后面这股票上来 你就觉得说 那个涨的比较多比较好 我前面我没有伤到后面才有这些 对无论如何 你在操作过程当中至少你是获利的 不是这样讲吗 现在你去抢那一根停板两根停板 他有因为这样子 让你之前套牢的持股 了不起就是少赔一点 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一个策略跟对于行情看法的应用 所以我一直不跟大家讲什么 反正就是投顾的话语就那一些 那我们不多谈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业界有点混乱 就是反正大家攻击来攻击去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的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 相信对于加入我们的会员 相信我们的会员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照顾他 因为他相信我们把钱交给我们 那至于说别人怎么讲 别人谁骂谁谁又骂谁 我也知道其实有人在骂我们 那都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就是你重点是你要对会员负责嘛 别人怎么讲不关你的事情啊 对不对还是要带会员赚钱 我觉得比较实在 我们只追求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 我不去谈那个 反正东批评西批评 没有意思啊 好所以这个东西回过头来 还是跟大家讲结论 当然是一张旧图 但是不变的道理啊 就是说投资票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想要反败为胜 大家都清楚嘛 但是你要怎么反败为胜 这个我之前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一个概念是说 一档股票它帮助不了你 直接让你买到全市场最标的股票 让你赚一倍赚两倍 又怎么样 因为你不可能all in啊 对不对 你不可能所有的基金全部押进去 你赚两倍你可能你就买了一张 然后100块的股票涨到300块 你也就赚20万啊 但是你前面赔的呢 他补不回来嘛 所以你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跟概念 行情不好做的时候 要懂得守 要懂得避险 甚至在前面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能够靠避险的单获利 然后翻上来的时候 我们照样稳扎稳打 因为这个不是多头格局 我要再一次强调 他不是多头格局 他就是一个跌升之后 主体的震荡走势 只是现在比较偏向多方 所以我带你做多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时候要求的是稳 不是快 因为快会出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就要稍微去想一下了 那如果你觉得 夏老师你想要反败为胜 夏老师也是那个可以 你觉得可以带领反败为胜的人 那不妨 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画面下方的一个服务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一个联系 跟上我们的一个行列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服务电话 跟我们来做一个联络 那以上就是今天10月20号的台股最前线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